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选择的对象 或者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的选择 我们直白地讲 要我们选你总要先拿一个框放在你面前 这个框里面到底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选择的对象 或者我们叫做选择集 那么这个框放在你面前 你要里面去选 你到底是选苹果还是选梨 还是选什么东西 你按照什么东西来选 那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按照什么东西 你不能毫无理由的随便选一个 对不对 随便选一个就不是经济学了 我们经济学你肯定要有一定的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 往大来讲就是偏好 往大来讲就是偏好 什么叫偏好呢 说穿了就是你对所有可选的对象的一个排序 或者说甚至是可选和不可选的都可以排个序 就是我们在这个x范围之内 所以你这个偏好呢 是建立在这个x的范围之内 我们怎么样来定义的 有些我就不再讲了 这都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们来定义这个偏好 我们说偏好首先是一个光系 大家要搞清楚偏好首先是一个光系 光系实际上是 光系啊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数学里面 你们不要觉得光系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很人文的一个概念 光系实际上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词语 我们可以简单来讲 比方说这个 这个是一个光系 是吧 光系是一个运算符 或者说是一个数学符号 这个是一个关系 是吧 或者说这个也是一个关系 对不对 这是一个关系 然后这些都是关系 那么我们对于一个数学 如果实数级上 任何一个数来讲 这个关系肯定是比较好做的 或者是好处理的 任何一个比方说数 A跟B 要么是这个样子 要么是这个样子 如果它是实数的话 这个都是可以比较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关系 但是呢 如果它是一个组合 那就比较麻烦了 它的一个组合 一组商品 你说梨跟苹果 一个梨跟一个苹果放在一起 你说一个苹果大于一个梨 你该怎么讲 就是这个就没法有这个关系了 对不对 那我们肯定要么说 一个苹果的重量大于一个梨 或者说一个梨的水分大于一个苹果 或者等等等等 你要进行这样一些比较是可以的 但是即便是进行了这样一些比较 你也不能说 以此来指导一个人的行为 说一个梨的水分大于一个苹果 所以大家应该选梨 是啊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方法 来比较一些组合意义上的这种关系 它是基于人们的选择来比较 来进行定义的 用一个什么样的 用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符号呢 用一个这样的符号 如果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用一个向量来表示 实际上如果是二维的话 就是x1 x2 对不对 如果是n维的话 就是这样 到xn 对吧 y也是这个样子 比较说y等于y1一直到y2一直到yn 我们说对于任何一个组 买不买得起你先不要管 比方说我喜不喜欢先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说如果x比y至少跟y一样好 我们就用这样一个符号来表示它 这个符号有点看起来像大于等于的 但是稍微这个写的那个手抖一点写 这个我们叫做偏好关系 就是这个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 x至少跟y一样好 x至少跟y一样好 所以我们的问题可能变成了 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个苹果两个里 另外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两个里 一个苹果 那这个篮子都是从这个框里面挑出来的 那你觉得呢 一个里两个苹果 至少跟一个苹果两个里一样好 你可以这个是一个苹果两个里 这是一个里两个苹果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至少一样好 至少一样好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 至少一样好有两层网友 要么x比y好 要么x跟y一样好 至少一样好嘛 是吧 那么 它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关系 如果x比y好 或者或者x跟y一样好 我们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定义了另外两个 一个是比它好 一个是跟它一样好 在有一些书里面还会这样来定义 就是说把这个x比y好 这个符号呢就定义成严格偏好 这个呢定义成弱偏好 这个呢是无差异 无差异大家好理解的 是吧 x如果跟y一样好 就是两者是无差异的嘛 我这两个对我来讲都一样的 然后呢 x比y好 如果x比y好的话 这两个放在一起我肯定会想x不会选y 是吧 然后呢x跟y 至少一样好 那这里就会相对复杂一点 如果我已经选了y的话 我x肯定要选 因为如果这两个都可以选啊 但是我选了x不一定要选y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 好 如果x跟y都一样好 那么这两个我都要 如果要选的话都要选是吧 是一样好的嘛 对不对 如果说x比y好 那么如果这两个都选的话 我选x不会选y 对不对 如果x至少跟y一样好 如果x至少跟y一样好 那么我选了y的话 肯定要选x 因为x至少跟y一样好 你y都选了你怎么不选x呢 是吧 我至少跟你一样好嘛 但是我选了x呢 我不一定要选y 对不对 我有可能x比y好 对不对 有可能x比y好 也有可能跟你一样 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两个关系 都给他合在一起了 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定义的 这个偏好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 也可以认为是很抽象的一个关系 也可以是很具体的 因为你要想当一个选择主体进行选择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进行比较 这个好还是这个不好 就像你们在一副牌拿在手里 要从小牌到大是吧 你可以随便两张大的牌前面 小的牌后面 再拿两张大的牌前面 最后总是可以把这个 从大到小牌到底 牌好 是吧 两两牌的话最终可以牌得完了 可以牌得完了 那么这个牌序实际上就是成为 成为指导一个消费者 或者说一个选择主体进行选择的一个依据 如果说在一个序里面 如果是前后两个都可以选的话 肯定选最前面的一个 牌序牌最前面的那个 你肯定先选 肯定选择 这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选择才从理论上讲 它本身这个偏好关系 所以依赖的这个偏好关系 它就是一个序的一个关系 序的一个关系 或者叫我们叫做叙述关系 实际上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一个概念 叫叙述效用和奇述效用 这个在后面讲到效用行数的时候 有可能你们在初级的里面讲过这个概念 但是肯定讲的不是很具体 是吧 那么对经济学来讲 对经济学来讲 我可想 对经济学来讲 我们要研究的这个偏好关系 必须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基本的原则 什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呢 我等一下PVT一下子找不到 我看一下 就在这里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所有经济学 要研究一个人行为 或者一个选择主体行为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三个原则 或者叫三个公理性假定 这个公理性的假定呢 既是经济学所必须的 但同时呢 它又经得起一定的经验的推敲 我只能说一定了 你们以后经济学学的多了 可能会对它提出一些质疑 现在很多的实验经济学 也确实在对人的这个偏好的选择 偏好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这里作为我们现代整个经济学的基石 我们还是先接受 或者说先了解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说 我们要研究一个选择的主体 选择的主体 我们能不能用一套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它 我们说它的这种排序关系 或者说这种偏好关系 必须要满足三个公理 或者有些地方整个两个公理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王辈性 王辈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偏好 对任何的两个X跟Y 就两个选择的 这个对象 X跟Y在这个三密空间里面 或者选择的空间里面 我们说要么X至少跟Y一样好 要么Y至少跟X一样好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 就不会出现说你两个狼子放在你面前 要么A这个狼子比B这个狼子好 至少跟B这个狼子一样好 要么B这个狼子至少跟A这个狼子一样好 不会出现其他情况 不会出现说这个狼子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这个关系可以把所有这个狼子 两个狼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再讲 这个王辈性 我们举十数级上的例子 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了 哪些是王辈的 哪些是不王辈的 比方说 这个关系 在十数级上 它是一个王辈的关系 什么呢 对任何的 A跟B 在这个十数级上 是吧 那么要么A大于等于B 要么B大于等于A 对不对啊 这个关系是不是 已经描述得完了 不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就不一定是完备关系了 这个就不一定是完备关系了 是吧 如果说A跟B如果取相同的数呢 它这里没有说A跟B 不一定能相等 是吧 如果A跟B是相同的数 那你这个关系就描述不清楚了 但是它曲曲实实的 A上的那个十数级 是吧 然后呢 但是这个关系呢 这个关系呢 在这个集合上又不一定成立 在二维的空间上 在二维的空间上 大家想想看一跟二和二和一 这个是这个样子呢 还是这个样子 没法比对不对 这两个是不是没法比 所以在二维的空间上 这个关系就不是完备的 这个关系不是完备的 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偏好这个关系 在你所有的选择的这个空间上 都必须是完备的 也就是说 你这个序呢 肯定是要存在的 你这个序都不存在 这个排序都不存在 你怎么进行选择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选择前提 所以完备写实际上就 要求我们要研究的任何一个选择的主体 我们要研究的任何一个选择的主体 它的这个排序 一定要成立的 这个排序一定要有的 没有这个排序的话 它没法进行选择 但是现实中也有一些是 排序是不一定会有的 排序不一定会有的 我们比方说 大家想想看这个 我们把三个讲完了 我再讲这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叫自访的或者访生的 这个实际上没有什么特别 有些教科书里面甚至把这个都省略点了 也就是说 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关系总是有的 自己跟自己肯定是自己 A肯定至少跟A一样好嘛 是吧 这个好像是比较trivial的 第三个是很核心的 就是传递性 传递性 如果说X至少跟Y一样好 Y至少跟Z一样好 那么X跟Z放在一起呢 X至少跟Z一样好 就可以传递过去的 可以传递过去 符合这三个公理性假定的这些偏好 我们说就是理性的偏好 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偏好 这个理性的偏好 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的基石 或者说基础 它是一个公理性的假定 你不要再去问为什么要这样假定 就是说离开了这样的假定 我们经济学就没法去做了 这个我们要做 就像我们要规定一些 计算 为什么1加上1要等于2 用加号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就数学的一套运算符号 或者说它的一些公理性的假定 就这么规定起来 那么经济学我们要研究的时候 我们说对一些选择主体的这样一些行为 它的这个排序就必须要满足这样一个偏好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问题 会碰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有三个人组成的一个 你们情势比方说 甲乙丙是吧 甲乙丙三个人 然后呢有 XYZ三个方案 XYYZ三个方案 我们代表三个选择 我们代表三个选择 对甲来讲 他最喜欢X 次之喜欢Y Z是最差的 是不是啊 对一来讲呢 他最喜欢Y 那第二喜欢Z 最不喜欢的是X 对丙来讲呢 他最喜欢的是Z 第二喜欢的是X 第三喜欢的是Y 大家想想想 对这样一个 对每一个人来讲 他三个都可以排得了续 是吧 大家选都清清楚楚 如果甲来选我有X 我肯定先选X 如果A是没有 Y跟Z放在一起 我就选Y 如果只有Z的话 我也没办法 是吧 但是呢 对一来讲 如果三个都能选 我肯定选Y 第二再选Z 第三再选X 这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个三个人 在同一个寝室里面 要决策 比方说你们今天 X是比方说 待在寝室里看韩剧 是吧 Y是出去爬山 比方说 是吧 Z们出去什么 看书比方说 看电影比方说 然后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选项 那么 那么 就问题就大了 是吧 问题就大了 就是说对于 你们整个寝室来讲 如果把你们 你们寝室看成 是一个选择主体的话 就出问题了 就出问题了 这个怎么来选 没法选 对不对 投票 投票的话就 大家觉得投票 是一种选择的 一种方式 是吧 那么投票投出来 你就有问题了 所以投票的这个结果 就不满足我们 这里的一个结果 比方说如果 x跟y两个让大家投 让大家投 我们会发现 x跟y放在一起投 肯定 甲会投x 丙会投x 是吧 你就不会投x 所以x就胜出了 所以x就胜出了 y x就胜出了 y 是吧 两票对一票嘛 然后呢 y跟z放在一起投呢 那么我们就发现了 y y 赞生了 z 是吧 然后x跟z放在一起投呢 z又赞生了x 你看 这个时候 这个用投票投出来的 这个排序关系 它就不满足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传递性 所以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关系 就是用投票排出来的这个序 这个序关系 它也是个排序嘛 对不对 这个排序关系 它是完备的 这三个方了 无论怎么样 投票都投得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投出来的 x比y好 y比z好 那按照这个传递性呢 x跟z放在一起 应该x 赞生z才对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 所以用投票关系 投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不一定是 是能满足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里的这个传递性 所以它这个序关系 就不一定是理性的 所以这里构成了很多经济学 非常后来发展复杂的问题 关于社会选择的一些问题 我们说 为什么经济学本身是一个 基于个体选择的基础上 它是个体主义的 对不对 我相信在初级的文化经济里面 应该可能讲过这样的一些内容 我们包括这里的这个偏好的定义 它首先是定义在个体的选择的基础上 个体选择 但是我们是碰到的很多大量的问题 可能都是集体决策的事物 集体也是需要选择的 对不对 比如说政府要不要这个收税 要不要跟日本人打钓鱼了 比方说类似这样的问题 这都是要选择的呀 但这种选择的问题 能不能用这样一套方法来进行研究呢 这个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大家要把一些前提性的问题 首先要分析清楚 前提性的问题首先分析清楚 那么对于一个偏话来讲 在一个二维的空间上 在一个二维的空间上 我们可以这样进行一些描述 这样一些描述 就是说 X1跟X2的这样一个组合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X里面 都有X1跟X2都是二维的 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法再打出 这个向量的这个符号了 那么所有的在这个二维空间里面 对于某一个给定的这个X 对某一个X'这一点 那么所有跟它是无差异的 这些X就构成了一个集合 这是一个集合 这条曲线是一个集合 你在这里画出来是一条线 实际上数据意义上是一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 我们称之为无差异级 那么在这个二维的空间上 我们就表现为是一条无差异曲线 因为在这一点上的所有的点 就是你的选择 对你来讲都是无差异的 对你来讲都是无差异的 都是无差异的 我选这一点 如果都选了 都可以选的话 这些对我来讲都是无差异的 都是无差异的 那么有了这个无差异的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假设了 进一步的假设了 这个假设呢 大家看 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 在这个商品空间上的这些商品 我们都是需要的 或者说是符合我们的意愿的 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 专门的名词叫做合一性 就是desirable 就是这样一个合一性 就是我是需要的 我是需要的 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商品 越多的话对我来讲是越好的 越多的话对我来讲是越好的 所以呢 我们在数学上可以这样来描述 数学上可以这样来描述 如果说X 大家想X如果大于Y 两个项量如果进行比较的话 怎么比较 项量我这里先给大家 当然这些 我们为了以后讲的时候方便一点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X等于X1 X2一直到Xn Y等于Y1一直到Yn 那么如果对于Yi来讲 如果Xi都是大于Yi 对任何的i 等于1一直到n 如果都比较大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X10 大于Yi 等于两个大于Yi 看得清楚后面 同学 这个我们是这样来写的 这样来写的 如果说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说对于任何的i Y等于1一直到N Yi是大于Yi 然后存在一个J 它如果说 Yi是大于Yi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定义 X10 是大于等于Yi 这个是数学上可以这样来定义的 所以用两个大于号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项量 我们前面不是想了 项量直接的大于等于是 很多项外没法比的 但是部分呢是可以比的 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一个X14在这里 这个先不要 比方说在这点上 这点平方说是11 那想想看 如果这点22的话 肯定是比它大 每个纬度都比它大 那肯定就比它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还有呢 比方说还有一点是21呢 那就是至少有一个纬度比它大 其他纬度可能跟它一样 那这个呢 我们就这样来写 就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这个是大于 这个是 我这样呢 我后面有些讲起来 就会方便一点 那么对于一个编号来讲呢 就说如果 X大于等于Y的话 那X肯定是比Y要好 就是说我东西多起来了 而且有些就直接这样写 就是就是所谓的偏好是单调的 什么意思呢 只要我东西比你多 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个苹果两个梨 另外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两个苹果两个梨 那么对于任何人来讲 两个苹果两个梨肯定比一个苹果两个梨要来得好 要来得好 因为我是喜欢苹果的 就是这种商品本身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多的肯定要比少的好 因此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二维的空间上看 如果这一点是X 大家可以知道 这边肯定比X都要来得好 这边肯定比X要来得差 对不对 所以跟它无差异的呢 肯定只能介于这个直接 所以你不可能会出现一个无差异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如果出现无差异的曲线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至少有一种商品不是合一的商品 就不是我们需要的商品了 如果是需要的商品 也就是我们在初级的围观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讲过 就是行为良好的无差异曲线 所谓行为良好就是 你对这些商品 实际上不是你行为良不良好 就是商品良不良好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 所以商量实际上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在这个无差异曲线上 东西越多越在上面 大家知道 在这个比较里面 XY跟Z 大家知道如果说 我们如果没有画出这条无差异曲线之前 我们说X跟Y X跟Z是没法比较谁好谁坏的 对不对 但是Y跟Z是可以比较 Z肯定比Y好 对不对 那以Y为坐标原点的话 Z肯定是在它的第一向线里面 所以肯定就是Z是两个大于大于Y Z比Y好 Z比Y好 但是X跟Z 还有X跟Y都是没法比的 但是你有了这条无差异曲线之后 你就好比了 为什么呢 因为Z我们在这里可以找一点 比方说这里找X' 比方说在Z的这个左下方找一个' 那么X跟这个X'是无差异的 而Z是比X'要来得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Z肯定比X也要来得好 对不对 这个能 就是说这个是X 这是Z 你现在这两点没法比 那我可以这样找一个点 只要在这个 这一段里面 大家想啊 只要在这一段里面 只要找一个点票 X' 大家想看 Z肯定比X'要来得好 对不对 那么 X跟X'是无差异的 它比跟你 无差异的是比你好的话 那它肯定比你也好了 是吧 那就是Z比X要来得好 那同样的Y就比那个X就来得差了 Y比X来得差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有了一条无差异曲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空间就分得很完备了 如果没有这个无差异曲线的话 我们刚才这个空间没有完备 现在有了这个无差异曲线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空间是完备的 要么跟你一样好 要么比你好 要么比你差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 就是要么至少跟你一样好 要么你至少跟另外一个一样好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如果Y 这个Y是在 在这条无差异曲线的下方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 X比Y好 至少跟Y一样好 如果是Y在X的 这条Y在X的上方的话 要么就是Y 比X 至少跟X一样好 是不是啊 就是只有这两种情况 你给了一个X之后 你另外找一个Y 如果把这条线也喊进去 要么在这条线的下方 要么在这条线的上方 对不对 只有这两种情况 不可能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就跑到外面去了 不在这个屏幕上的 不可能是吧 所以呢就是 这样一种定义 这样一种定义 那么这个就是 越往外 你的 那个偏好越大 越往里面 偏好越小 就越偏好外面的 越不偏好里面的 越不偏好里面的 第三种就是 这个我想就不用讲了 就是说两条无差异曲线 是不可能相交的 两条无差异曲线 是不可能相交的 这个实际上是可以证明它的 为什么不能相交呢 我们看 如果是可以相交的话 就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可以推翻它 你看X跟Z是无差异的 X又同时跟Y是无差异的 但是Y比Z要严格好 你看这样就矛盾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相交的 不可能相交的 那么关于无差异曲线 实际上我们还会碰到 一些其他的 很多的这个内容 我们有些内容就放到 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